请你一定要逼我幸福 我幸福 才不枉费我梦被退出 再痛也不说苦 爱不拥抱 你看我说安静在哪里好不好 黎玉 黎玉玺 快去帮我 你有一句真心话 没有半点真感情 是你 你的心 你的心被冰海岸了 永远在里面我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不会让我让 你从来从来也没有爱过我 你永远离直气壮才是有我的爱 你抱着我闻我的时候 你心里是在想着怎么利用我 你为什么要利用我 我爱你 你不爱我 你不爱我 我爱你 给我开门 我好冷啊 你要干什么 你说我不爱你 我利用你 好 我现在开门 我当童星的面白 还先说清楚 我告诉他我们之间的过去 我不怕 这样 我就娶了他姐姐 我都敢承认我爱的是你 我爱的是你 你敢 玲玲 是我 你不可以伤害东西 你早就在伤害他了 你只是不能让他知道而已 你真的不在吗 玲玲 玲玲 我知道你在家 镜中打电话给我呢 我刚才在洗手间出来才听见 你干嘛这么晚还跑来找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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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这么晚跑来找我说对不起 玲玲 你是对的 你不赞成阿燕他们母女见面是对的 你知道我 你今天让阿燕跟他妈妈见面吗 童星 我让他父亲在曾美身上 童星 待会儿说 我现在觉得肚子好饿 陪我去吃点东西 好啊 等一下 外面天气那么冷 你不加件外套 我帮你拿好了 不用了 好 我不能 没关系 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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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 我只觉得好饿 我们现在就去吃好不好 可以吗 好 我都知道了 妳知道嗎 那個場面差點控制不住 回來以後 這麼整個人都虛脫了 我真好擔心阿彥 怕她舌頭之味 霸佔了正面的身體不放 洪欣 妳有沒有發現這整件事情 都很詭異 妳不覺得奇怪嗎 阿彥也怕許婷文 這賴有湯 前世恐怖記憶的殘留 讓他害怕賴永昌 可是賴永昌已經死了 現在是許婷文 他怕他幹什麼 余記猶存 那是余記 是前世的害怕 其實現在的許婷文 又能把他怎麼樣嗎 不是說過了嗎 怕他不讓他投胎 好 現在問題來了 許婷文 許婷文為什麼要怕阿彥去投胎 阿彥是個前世的冤魂 跟這輩子的許婷文有什麼關係 再說 就算阿彥今天去投胎 他也不過是個剛剛落地的新生兒 許婷文為什麼要害怕 他為什麼要阻止阿彥去投胎 他怕 他 我告訴你 這件事另有真相 要不鬼再隱瞞 要不就是人再隱瞞 那我覺得是許婷文在隱瞞 何意見得一定是許婷文在隱瞞 他那個人怪怪的 他那個人是成了點 但也不見得會去打壓一個鬼 你忘了 他對殷屆一直抱持著尊重跟包容的態度 怎麼會 怎麼會獨徒容不下阿彥呢 做得也心虛 不對 這件事一定另有原因 我們常說人有三魂和七魄 是哪三魂和哪七魄呢 其實這些都有一定的名字 所以這三魂就是胎光 爽靈 幽靜 這七魄是什麼呢 七魄就是獅狗 伏濟 雀鷹 吞賊 非獨 除惠 臭廢 在月初 月圓或月底的晚上 這七魄在人生中流蕩有走 這十魂最容易造成性命 靈靈 輕易地讓靈魂附身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普通人連自己思想都很難駕馭 又怎麼可能可以輕易地去控制一束有禮的魂魄呢 此場不相容 到最後可能會讓活著的人精神分裂 千萬不要再輕易嘗試了 你是在保護誰 童馨 曾美 還是你自己 我就是論事 徐廷尾 請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這麼積極地一定要找到阿燕呢 她只是一個想投胎的冤魂 值得你這麼大費周章嗎 前因後果 你都知道了 只是知道 並不清楚 整件事就像拼圖 我跟童馨只是努力地拼拼測測想看到圓貌 最重要一塊卻找不到 為什麼你一定要打壓阿燕 有原因對不對 一定有一個讓你深深恐懼的原因 為什麼要知道這麼清楚 知道太多對你並沒有好處 我已經敗在一次無知的後果下了 三年前 我全然無知地將我心愛的男人雙手奉上 只因為一個前世今生的因果論 這種無可考後面有理由 讓我連一個痛點都找不到 我不知道我該恨誰 我不懂 為什麼我這輩子的命運 卻要由上輩子來做決定 這三年來 我就是活在這種不甘心 不了解 我不知道我該恨誰 該去跟誰要答案的日子 這已經是過去的事 但是我害怕 我害怕你懂嗎 我害怕所有前世的靈魂 我被傷害過 童馨的前世讓我失去所愛 現在阿燕她要什麼呢 她為什麼會出現在我的愛情當中 她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跟童馨的靈魂相認 那麼她跟童馨之間到底在哪一個前世 又有過什麼樣的關係呢 為什麼童馨怎麼幫她 為什麼你不讓她去脫胎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告訴我為什麼 我不能一次又一次 敗給無知的前世 輸給靈魂 你懂嗎 這對我不公平 這一次我一定要知道為什麼 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冷靜一點不要激動我 我無法冷靜 如果所有事情都跟前世有關 雖然靈魂都會相認 那麼人只要活這一世就可以了 一世定生死 就讓這一世就可以決定 後面的遷就萬事了 那有人為什麼要活得這麼辛苦呢 你告訴我徐靈魂 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 你為什麼不讓她去投胎 如果她能再去投胎轉世為人 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一個新的生命 就不會再成為我的恐懼 這個新的生命 將會投胎到我的家裡 將會投胎到我的家裡 她們會成為我永生永世最大的恐懼 你的孩子 對 我的孩子 我 她們死亡的那個葉兒 她對著我 她對著賴永禎 她發下了一個最恐怖的 最惡毒的詛咒 她不要她以生命相還 她要來世做她的孩子 那種恐怖 才讓你無法想像 怎麼 你怎麼會呢 父母親子之間 親子之間的仇恨 最可悲 最可悲 也最痛苦 她明明是你的骨肉 可是全來向你討債 你能防她嗎 怎麼防 她 苦又相憐 你給她生命 她全來要你的命 你怎麼辦 怎麼愛 聽聞 不 你想太多了 是你想太多了 是我知道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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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跟媽媽看一看了 她說 她只想去投胎 而不想報仇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她要投胎 為了就是要轉世 來實現她的託證 只要她投胎成功 這個惡咒就一定會實現 我就是要把她的夢還來的 我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 兒子 我不知道你是媽媽好不好 你們剛剛在做什麼 擁抱 還是 我們是在擁抱 我們